原警假裝騎機車路過的民眾 一到賭場門口就迅速跳下車 控制在門口把風的賭場成員 然後衝上二樓 當時裡頭的賭客 看到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原警衝進來 以為是搶匪要黑吃黑 嚇了一跳 還有人企圖要逃跑 警方在賭場內 一共常獲48名賭客 還有14多萬元的賭金 賭客跟莊家 是以紙骰子比大小來對賭 因為賭注金額不大 吸引不少賭客前來 賭場甚至還用計程車 載送彰化跟南投地區的賭客 來這裡釋手器 只要有車輛經過的時候 他都會很敏感的 認為說有人要進去抓賭還是什麼 研判之後我們認為說騎機車 來突破他的防線 是最好的方式 嫌犯以一樓飼料店當掩護 在二樓開設賭場 並且在賭場四周 架設三支揭示器 還有專人開手門口 防守相當嚴密 警方這次首度嘗試 以騎機車突襲的方式 破獲這處職業賭場 令嫌犯措手不及 記得王一超SNG小屬台中報導